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第一所院校在英国成立 创始人Kurt选择在那个时代赋予教育最高使命 那就是通过种族融合的学校教育 增进国际间的理解和交流 同学少年中既有政治领袖的后代 是由大亨之子 也有来自埃塞俄比亚贫民窟的孩子 中国农民工子弟等等 他们一旦被录取 可以选择UWC的任何一所分校 接受平等的教育 此外 学校对理念的坚持 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校职的选择上 比如拨黑分校就建在当年拨黑战争的时候 隔开木组和赛组的分界线上 2015年UWC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分校 常熟分校正式成立 常熟分校第一批126名学生 来自52个国家 未来的两年里 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中学学习 经历UWC独特的转型性教育和成长体验 我们每一所UWC都是非英力组织 所以在我们的学校校区内 都有高额比例的奖学金的学生 那么除了我们的共同的共性 我们叫做横向的多元化 有不同的肤色 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学生的同时 纵向了这边叫做多元化 有国王的孩子和难民的孩子 那么对于常熟UWC 我们的特色 我们还是希望去创造一所 中国化的国际教育机构 就像Las Pearson 在加拿大的这所 世界联合学院的创始者 也是加拿大的之前的首相 他讲 How can there is peace when we do not know each other 如果我们大家不了解对方 怎么可以去实现和平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 我们所有的这些孩子们 来到中国 理解中国 我们成为中国的朋友 能够有一天 走出中国的这所UWC的时候 把这里变成 他人生的第二孤校 常熟分校的创始人王家鹏 是北欧红十字UWC 1998届的学生 1981年出生的他 12岁的时候 遭遇了飞机失事 下肢结瘫 17岁 凭借优异的成绩 入读挪威RCN世界联合学院 成为入读该校的 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 对于王家鹏而言 UWC两年的学习 完成了他人生剧情的反转 当我们的这个以前的梦想 也许只敢去梦想 我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 以后我要去哪一所大学 而当我们走出UWC的那一天的时候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能够改变一些这个世界上 叫做更加 有更多的阳光的事情 那么我的梦想当时就是 能够在我的祖国 在中国大陆建立一所世界联合学院 而这个当中UWC的学习经历 让我也知道 其实我们并不孤单 当我们有不同肤色 但仍然有共同梦想的朋友的时候 只要你能够把你的梦想 传播给第二个人 我们第三个 第五个 第十个人 用同样梦想的时候 其实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2000年毕业到2015年 常熟分校建成15年的时间 王家鹏究竟如何一步一步 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追梦的过程中 他遇到了哪些困难 又得到了哪些帮助呢 明天同一时间 我就继续为您讲述